欢迎收看大白话语言 我们是大白话和小白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猫狗大战之珍珠猫的复仇 不要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是发生在不知道哪一年的美国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一只打扮成狗的猫 盗取了人类卫星密码 负责守卫的狗狗 只能眼看着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于是狗狗把这个事情报告给总部 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毕竟猫狗自古以来都势不两立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咱们狗鼠这边 这里叫他小木木 小木木是一只精选 这一天正跟着主人一起出任务 一个罪犯用炸弹威胁警察 一时间都没有办法 可能是太想表现自己 没能主人下令的时候 小木木就冲上去袭击罪犯 虽然罪犯被制服 炸弹的遥控器也被小木木拿到 但可是 他不小心咬到了遥控器的按钮 罪犯身后的炸弹还是爆炸了 这扯不扯淡 警察局的领导就命令把小木木关起来 以后不许做警犬 虽然主人很舍不得 这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小木木不听命令已经很多次 把任务搞砸也很多次 就这样 小木木被关进了笼子 以后的日子 估计也就是在笼子里面度过了 在他感到悲伤的时候 狗哥走步的大叔来到这里 当时小木木还有点惊讶 我靠这是什么玩意 啥时候修的电梯我咋不知道 狗大叔就说了 小伙子 我看你骨骼惊奇 一定是一个绝世奇才 现在你跟我走 我们一起对抗猫猫的 一听说要对付那些坏猫猫 小木木当时就同意 毕竟人家这辈子最恨的 就是那些坏猫猫 来到狗哥走步 见到了最高领导笔格选 笔格选把目前的形式都说一说 偷走卫星密码的 是一只兔老猫 浑身上下比我还干净 一点毛都没有 这个兔老猫通过一段视频 传达给狗哥们一个信息 他将会实施一个伟大的计划 两天之后 他会利用卫星发生一段音频 让地球所有的狗哥听到之后 都会发疯 然后让人类远离狗哥 这可不行 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正好 现在狗哥们查到一个线索 图老猫正在拍手下 去爱杀一只信鸽 要想找到图老猫 就要先找到这只信鸽 于是 小木木和狗大叔 就找到了这只信鸽 万万没想到 一只猫女郎也来到这里 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打斗之后 猫女郎不是对手 后来才知道 这个猫女郎 不是图老猫一伙的 通过猫女郎还知道一个事情 图老猫原来是有毛的 后来和狗狗战斗的时候 掉进了脱毛池 从那以后 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回到猫猫党的总部 也被同事排挤 回到主人家又被抛弃 所以现在才要复仇 那怎么办呢 狗大叔就把猫女郎 带回了狗狗总部 狗领导和猫领导达成一致 虽然猫狗势不两立 但是 现在唯一的敌人是图老猫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猫狗之间合作 狗猫组成的特前小队成立 在寻找图老猫的过程中 并不是很顺利 他们遭遇到了很多困难 首先是被图老猫的手下 差一点淹死在猫杀中 多亏了一个老太太 他们才化险为夷 后来 又被图老猫派来的杀手袭击 差一点全军覆没 不过最终 还是制服了派来的猫杀手 那就审问一下吧 结果小木木再一时不请命令 直接把杀手扔到大海里 狗大叔很生气 你还是回警察局的狗笼子吧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 滚毒账 小木木很失落 猫女郎就把她带到自己的家里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小木木不但不讨厌猫 还有点喜欢猫了 猫女郎带着小木木来到猫猫总部 他们在之前图老猫的视频里 找到一些信息 发现了图老猫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小木木和猫女郎就一起闯进龙坛府去 结果还有索猫 直接被拿下 被绑在铁链上 等待他们的就是被水淹死 但可是 猫女郎那是多才多艺 用小木木的项圈卡扣 就可以打开铁链 这要在打开小木木的时候 向圈掉进水里 本来猫女郎是十分怕水的 不过为了救小木木 直接跳进水里 拿到卡扣救下了小木木 革命的友谊生根发芽 跑出去之后 正好遇见赶来的狗大叔和信哥 他们一起找到了 给卫星发射信号的地方 那就赶快阻止了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信号已经发射给卫星 而图老猫的手下 还是一只机器猫 咱们根本不是对手 这可啥人呢 最终小木木利用机器猫的破坏力 直接弄断了信息传输的光缆 而机器猫也因为咬到光缆爆炸 图老猫也被自己经常玩耍的小号子 解开安全带 掉下了一个棉花糖机器 变得狼狈不堪 活该 最后 小木木回到主人的身边 但是狗狗们的任务并没有结束 第一步中的坏猫猫 从监狱中逃走 狗狗们还要继续战斗 电影呢 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在我们生活中 不管猫也好 还是狗也好 我觉得 拉屎不臭 钓猫手才是最好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么么么